由于中国的经济成长迟缓 房地产供过于求以及外销市场建区平稳 过去三周 中国股市下跌超过四分之一 股市蒸发将近2.7兆美元 普遍认为将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经济学者指出 中国股市持续探底 将使股市中的散步蒙受损失 也会对习近平政府产生反弹 进而影响未来中国的经济政策 在公投前宣告 若是落败将会辞职的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 在当地时间6日宣布辞去财政部长职位 他表示 由于欧元集团成员对他已有定见 希腊总理认为他的离去将有助于接下来的债务协商 他也提醒 虽然公投胜利 但政府仍需制定一个适切的解决方案 卸任后 财政部长的职位将由国会议员查卡洛托斯继任 内吉利亚中部城市和斯 在5日发生两起恐怖攻击事件 攻击者闯入餐厅和清真寺中 持枪进行扫射并爆炸弹 本次攻击事件具现由伊斯兰激进组织 伯科胜利发起 造成至少44人死亡 随着搜救行动持续进行 伤务人数可能更多 自上周起 该组织对内吉利亚地区的攻击 目前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